鱿鱼岛宣示主权 部分人被捕 北京香港和台北都有保夺人士 去到日本机构示威 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岛 热带风暴启德迫近华南沿岸 天文台考虑在稍后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详细的新闻内容 今天是日本战败投降67周年 日本和鱿鱼岛关系成为焦点 首先报道中日关系之中 钓鱼岛问题的最新进展 没错 本港驾宝钓船启峰2号 上面驾宝钓人士下午成功在钓鱼岛场滩 其中7个本港、内地和澳门驾宝钓人士登岛 树起五星旗宣示中国主权右畅国国 启峰2号下午驶向钓鱼岛期间 受到10艘日本海上保安厅驾船舌难战 多次撞向船头又发射水炮 在下午4点多 启峰2号成功在钓鱼岛场滩割潜 钓鱼岛人士树起五星红旗 但被日方拘留调查 日本共同社就说 日本警察厅在下午特别成立以警备局长为首的本部应对事件 而日本共同社就报道 登岛的7个人已经被日方的海上保安官和冲城远的警察 不求留调查 涉嫌违反入境管理难民法 新华社在埃曼就报道 他们可能会因为非法入境而被捕 稍后会移交入境管理局 最后遣送回香港 五星红 吴仪庭 讲下登岛过程 再有8名港澳和内地保钓人士的启峰2号 下午4点多抵达钓鱼岛海面 保钓船被日本船隻碰撞 船身损坏 割潜在石滩 船上保钓人士要涉水登岛算是主权 好 到地上 好 一米 下沙 一米 现在还有一米 好 下沙 好 下沙 好 下沙 下沙 快小声 下沙 有谁下沙 好 未来未来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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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船就割潜了 OK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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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下水 好 好 阿芳要第一个落 是 杨康第二个 我现在不接 吴舍要第三个 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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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剩下你两个 你和阿芳 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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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钓人士在钓鱼岛上执石头 又唱国歌 之后插上五星红旗 和保钓团体的旗次 当时岛上有几十名日本海岸防卫队成员 保钓船在早上进入钓鱼岛50海里范围 多守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跟随和监视 之后日本船隻增援 上空亦都有直升机盘船 船上所有人都着上救生衣 进入三十海里范围 日方人员广播警告要求离开 到了下午两点多 保钓船进入钓鱼岛十五海里范围 十几艘日本船隻包围保钓船 其中两艘左右逼近 和保钓船最近的距离 只有三十到四十米 日本船隻发射水炮 拦截保钓船 不断在我们泰房射水 在我们的窗门 你们下一些洗血精 让它冲乾淨一点 我们没有水门 因为它是射过来 帮我们看不见 帮我们撞横去救 帮我们尖棋鱼撞船 其实它刻意製造燕岳 给我们撞它 我们教了卫星定航 我们不理它 我们照这个速度 我们不成功 几次就比较肯定一点 就是开船核 在我们的船上 到四点多 保钓船去到三海里范围内 双方发生碰撞 但保钓船仍然继续前进 还成功登岛 因应今次事件 日本政府将设在手上棺底 危机管理中心的情报联络室 改组为棺底对策室 加强防范机制 日本警察厅也成立了 以警备局长为首的对策总部 亚洲电视记者吳仪田报道 而成功登岛的香港保钓行动成员 情绪激动 应为行动成功宣示主权 我还没预算能够登上了 每一个小节好像都是一只意外 都是一只意外的生命 所以这个阵导真的很激动 已经等了十多年 我们等了十多年 中国等了十多年 终于能够登上去了 也在北京 一批民间保钓人士 去到日本大使馆高路示威 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岛 驻北京记者施乐臭搏斗 大约20个世界华人保钓联盟成员 首持国旗和镖鱼 高叫口号 表示钓鱼岛是中国古有领土 抗议日本方面有关 购买钓鱼岛的计划侵犯中国主权 又批评日本对战败武负义 更加变本加厉 他们提交信件包括快刀片 要求日本停止侵占钓鱼岛 对于多个渡钓鱼岛宣示主权的港澳保钓人士 他们又表示声援 而示威期间有大批警察在场维持秩序 并且设立采访区禁止民众停留 压出电视驻北京记者斯洛秋报道 而本港和台北亦都有多个团体 趁着日本战败投降67周年 向日本示威抗议 罗沛庆报道 67年前的8月15号 日本无条件投降 本港结束3年08个月的淪陷岁月 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都和平纪念碑 向当年的死难者献花和默哀 他们要求日本立即撤出钓鱼岛 民建联就联同香港杀仗协会等近100人 游行到日本驻港总领事馆 要求日本停止在钓鱼岛问题上 向中国作出挑衅行为 并公开承认钓鱼岛和其附属岛序是中国领土 又促请日本政府对侵华历史道歉 和要求兌换军票 他们递交请愿讯之后离开 而在台湾 也有多个保钓团体 到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外面抗议 他们呼吁日本 不要在当年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 伤害曾经被侵略过的鱼岛的人民感情 要求日本政府停止侵占钓鱼岛 停止参拜政国神社 反省当年发动侵略战争 有台湾民众说 要继续就钓鱼岛主权不断发声 这次原定的两岸四地民间联手保钓活动 台湾的保钓人士未能出发 当地传媒就指 因为台北政府不想引起冲突 破坏双方关系 所以阻挡保钓人士租船出海 亚洲电视记者罗北京报道 内交部中午发表声明 表示密切关注香港保钓船 前往钓鱼岛的事态 中方向日方表达严重关切 要求日方不能够危及中方人员和财产安全 而中央电视台就要显著的蝙蝠来报道 本港保钓人士去到钓鱼岛 并且引述专家强调以致大战之后 美国将钓鱼岛交给日本 欠缺法律理据 周善廷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 密切关注香港保钓船 前往钓鱼岛 宣示主权的事态发展 中方向日方表达严重关切 要求日方不能够危及中方人员和财产安全 他又说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 立场明确和坚定 中央电视台报道了 香港保钓人士成功抵达钓鱼岛 中央台已显著蝙蝠报道 香港保钓人士前往钓鱼岛的事 提到2006年曾经被日南包围 报道引述专家指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也都从国际法理分析 日本战败之后 日本政府藉口钓鱼岛和其附属岛序 是归冲城縣管轄 交由美军托管 及后美国将钓鱼岛交给日本 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专家说 无论国际法律 还是历史角度看 都改变不了 钓鱼岛自古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 亚洲电视记者周善廷报道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和人民日报海外版 分别发表评论 说日本是时候展现分寸感 一是低调 而是面对中国全面对抗 又说中国不挑事 但是不怕事 最后周善廷讲下 环球时报继昨天之后 今天再发表评论文章 说日本要有大局观 正值中国保钓船 使向钓鱼岛海域 日本是时候展现分寸感 和做出选择 一是调低姿态主动创造条件 令到钓鱼岛局势降温 二是面对中国 全面对抗 无论日本如何选择 中国都会奉陪 文章警告日本 提防将中日关系 带到万丈深渊 说中国社会 保钓呼声和意志强烈 强调中国在钓鱼岛问题 没有道理向日本让步 另外人民日报海外版评论文章说 最近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 演出望幕闹剧 现在两个考验日本 如何应对自己招累症的问题 一是钓鱼岛问题 中国保钓人士以实际行动 宣示中国对钓鱼岛主权 二是日本败轨问题 一些游易势力和政客 选择在今天敏感日子 参拜靖国神社 文章奉劝日本不要妄撞 说中国不挑事也不怕事 在钓鱼岛问题上 如果日本不顾中日关系大局 执意冲撞中方底线 中方绝无可能忍气吞声 文章最后说治疗日本的焦虑症 中国可以帮忙 但最终要靠日本自己 亚洲电视记者周善廷报道 转太风暴消息 热大风暴启德下午4点 集结在东沙东南偏东 中约49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18公里 天文台考虑在矮板左右 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朗文莉报道